哈喽各位钓鱼好久不见 又是大半个月没有钓鱼 因为最近多灾多烂嘛 前段时间三十五天 每天温度都三十七八度 然后老是空军 后来就是赶上台风了烟花 现在又赶上疫情了 所以就不怎么出来钓鱼 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红钓点 说这边的鲤鱼鲫鱼还有饼鱼都特别的多 所以今天我也就赶了过来 开了四十多公里吧 过来来在这边钓一下看看 我们已经到达钓点了啊 这个大水面还是相当漂亮的 看一下 今天浪也不是特别的大 这边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钓 可能这边不出鱼吧 你看对面这个地方 那边应该是挺出鱼的 不然不会那么多人的 今天呢我就在这边来试一下吧 好 我们先来打给我吧 先打一个洞 因为这个水面特别的大 去年没用完的话要全部给打给我吧 把去年没用完的话要全部给打给我吧 来 再加点了 好了 回来已经好了啊 三个球 好 今天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鲤鱼啊 开一盘鲤鱼耳朵 这个荒石一盘 风沙鲤一盘 来这个无霜一盘 加点薯香的 这个桃油呢 再加一点 好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耳料呢 都是大颗粒的 这个耳水底底呢 大概是1.0.6到0.7的样子 因为这边的风量还比较大 我们把耳朵再来干一下 用初耳的就好了 好了 让它吃量一会 今天用的鱼干呢是鲤米酱的 在无锡准备钓鱼 第一次用这么长的干子 然后呢 用的新总呢是1.5加1.2的 用的鱼干呢是7.2的锈鱼 大约2.5加1大分 哇 七 漂亮 你看 鳖鱼啊 直接来这个顶条 一个小鳖鱼 这个三四两吧 来 倒入少议 这下不得了 好 漂亮喔 本來應該一頂多 只是一個小禮 一頂多 上魚了 還可以 沒比魚 去吃 鍋子 就好 用釣到 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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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顶条楼我没发现 这耳料 看来有一个耳料还没掉 6米3的杆子也会准备得来 太重了 这鲤还可以吧 水感还挺不错 我回来 哇 这个挺大的 好直播啊 好 多量 才爱上来了 你看看这个驴应该有个三斤左右 今天钓的最大的一条 好今天就钓到这里啊 这边的鱼鬼还是非常给力的 我们是中午的时候发现这个钓点 然后呢就开车过来的 钓了差不多有三个多小时吧 现在呢四点多钟准备收盖了 今天呢也没带夜钓的装备 而且现在也打雷了 我们等到下次有空再过来钓一次 这边呢鲤鱼钓起来的手感还是特别棒的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吧 看一下鱼货啊 应该有个六七斤牛有了 好几条鲤鱼啊 看一下鱼货啊